灰拳、踢腿、假動作再來個過肩摔 很多人都把電玩當娛樂 但你有想過電玩也可以做公益嗎? 亞洲首場電玩公益賽 WeGamers Love 就月底在台灣登場 線上目資平台邀請百位知名電玩實況主 進行三天三十小時多款遊戲接力直播 觀眾只要點擊實況頁面上的按鈕 就能直接捐款給公益團體 享受實況的同時也能做愛心 公益團體欠缺的是社群的能量 是不是可以來運用遊戲的社群能量 來一起來做公益 活動開場邀請公益團體參與遊戶賽 比賽成員雖然一開始性質缺缺 但透過一來一往的遊戲互動 也發現了電玩的樂趣 我也很熟耐玩電動 今天來到這裡 其實我一開始是不想打 然後我剛被打了之後 就感覺就是那個 在學校的壓力被超級刺放 在台灣電玩常被貼上負面標籤 不少家長擔憂孩子過度沉迷影響客業 但透過這次與公益結合的直播活動 讓民眾看見 原來電玩也可以有不同的一面 這次活動與全球最大實況平台 Twitch合作 據官方統計 2015年台北 是Twitch全球觀看時數最多的城市 去年台灣不重複瀏覽人次 更高達1600萬人 相當於3分之2的台灣人都看過Twitch 台灣是一個很高興的市場 它是我們的第二次最大的國家 我們已經有很高興的社群 我們已經有很高興的社群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很高興的社群 我們只想確實我們支持 更多的網友 也有很高興的社群 實況主也參加這些公益活動 也會有更多的 我覺得會有更多的年輕人 也會投入這個公益的活動 會想要提升回去 就去做多做一些公益的活動 三天下來 募款金額高達百萬元 讓眾人正視到遊戲社群的力量 也期望未來能繼續透過網路科技 讓虛擬的遊戲化為實質助力 記者承結會 林曉渝刻意於台北採訪報導 兩天